难得迎来宝贝孩子人生的第一场毕业典礼 父母格外用心把布置做好 今天特别是在家里先上毕业典礼 所以就要自己准备 所以我们就把他的照片拿出来 然后就挂起来 然后就帮他准备一个气球 然后就刚好有白板就写一下黑板 就帮他布置一下 让他开开心心地可以毕业 如今我们是茁壮成长的 小幼苗带着自信 要去开小学的生活 透过荧幕看到孩子上台致辞 爸爸妈妈五不点滴在心头 他看到玩具的妈妈 他也不会买的 他就去看 看的时候就放回去 每次说不要浪费钱 我摸了看了就算了 很感动 因为他讲这个钱可以帮苦难人 趁着人生第一场毕业典礼 给爸爸妈妈育足 不只让父母毕生难忘 也见证了孩子六年来的完美蜕变 你在帮妈妈育足的时候 妈妈你的心情怎样 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第一次育足 那你有什么话要跟爸爸妈妈讲 我爱你 还有呢 刚才爸爸妈妈照顾我 突然间觉得他长大了 然后也有懂事很多 最重要的是就是 他从一开始去学校的时候 他是哭哭啼啼不想要去学校 到现在是非常期待每一天都要去学校的 到今天终于就毕业了 就迈向人生的另外一个旅程 就很不容易看到他这样子过来 我觉得真的是惨大很多 他就很感动 如今你们如同展示的小鸟 带着父母和师长们满满的爱与祝福 这些善良纯真的孩子 将继续在学习的道路上散发光芒 大爱新闻 珍珊美之宫 马来西亚新商报导